好,第二題 痛不欲生 淡淡被踢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人的人體器官 都會在肋骨的保護之下 我們的人 每個人的背後 男人的背後 不是有偉大的女人 是每個人的背後 都有一根脊椎 我們的背後有脊椎 前面有肋骨 其實我們的骨頭 都是為了保護我們 最重要的一些脹氣 那個脹就是器官的 那個器官 那裡面就是有肺脹啊 心脹啊 脾脹啊 腎脹啊 腎脹啊 等等的 那唯一一個 露出在外面的器官 那是男生的膏丸 就是蛋蛋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我說過了 因為蛋蛋很怕燙 不是怕燙 蛋蛋怕熱 因為精子怕熱 你要有好的精子品質 你想要傳宗 傳宗接單 你想要生小孩 你就必須讓你的蛋蛋 在比較散熱的情況之下 它裡面才會有 比較好的精子的品質 所以第一個 它就是沒有在我們的體內 因為體內溫度比較高 它在體外要散熱 那第二呢 因為它在體外 所以相對它沒有東西保護它 那就比較容易受傷嘛 那另外呢 當我們男生的蛋蛋 被踢到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麼痛? 是因為當男生的蛋 被踢到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會分泌一種 神經傳導物質 那個神經傳導物質呢 它會讓男生產生噁心感 所以男生在被踢到淡淡的當下 除了痛之外 其實會同時有噁心、嘔吐、頭暈 那這個時候你該怎麼辦呢? 如果你有噁心、嘔吐、頭暈 缺氧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就是趕快躺在地上 大概10到15分鐘 這種不舒服的狀況就會轉緩了 那如果 那如果你10到15分鐘 你那種疼痛、噁心、嘔吐、缺氧 不舒服的感覺 都沒有轉 都沒有好轉 都沒有改善 還是持續這麼痛的時候 請你去找醫師 去看急診 或是看當下有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不正常了 如果沒有外傷 或是造成那個高丸的 受損的情況之下 你在休息一段時間之後 是會好轉的 那我們的大腦會釋放一個 叫做內非胎的東西 它會讓我們的腦裡面的氧氣下降 那腦的氧下降的時候 你就會噁心想吐 那頭暈不是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趕快躺下來 躺下來讓我們身體的血液 血液裡面有血紅素 血紅素會吸在氧氣 你躺下來或是蹲下來 你讓血趕快到你的大腦裡面 去補充那個氧氣 其實你的不舒服的感覺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樣 那其實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下面的是 那個蛋在下面嘛 那下腹跟下面的那個感受器 是一樣的 所以當男生被踢到蛋蛋的時候 他會抱著下腹部 或是護著他的蛋蛋 然後在地上打滾 彎起來嘛 對不對 那另外 痛的程度 不是說你踢一定會痛 其實是取決於你踢的方式 還有你穿的鞋子 如果你是穿那個高那個 尖頭鞋在那邊踢的時候 那爆炸痛 那跟圓頭鞋比起來當然是這樣啊 那如果你的踢的力道 也會影響到他痛的程度 所以是 我是覺得 那種聽說 男生的那種高丸被踢到的痛 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痛感 但是 因為下面沒有肌肉組織跟骨骼保護它嘛 所以你沒有 你毫無抵抗力 那 但是聽那個 就是一些個案的表達 他們是說其實蛋蛋 那個鼻子 如果你去撞到的話 鼻子 聽說鼻子的痛會更痛 但是其實這個痛沒有辦法比較 對疼痛量表來說 每一個人的痛都是很主觀的 你覺得最痛的痛是哪一個痛 那就是那個痛 沒有人說一定是女孩子生小孩比較痛啊 或是男人聽蛋蛋比較痛啊 痛沒有辦法跟別人比較 我們只能跟自己比較 因為它是一個很主觀的數值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如果不懂什麽蛋蛋痛的男生 你也不用留言 你也不用說你沒有被踢過還幹嘛的 你...想要痛 你就自己去撞牆 或是自己踢自己 自己打就好了 你就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 不用告訴大家 沒有人想要知道